議長 新媒體的好朋友 大家早知道 現在開始開花 今天是由我們保安委員會所屬的單位 就是我們警察局和社群局進行業務 報告和直順 首先向台灣做意外的報告 再次向各位議員報告清改的任務 請我們議事說 任徒 議員的直順的辦法 這質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質詢時間為5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於第二輪質詢中始到場 主席應讓該議員優先於下一位質詢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登記順序每位議員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我們首先請我們警察局的我們進步報告 報告的時間10分鐘 大概就要介紹我們主管 我們黃機長請 請問一下 議會主席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那我首先來介紹本局的今天參與議會的人員 第一個是林副局長 第二位是督察長 我們會計主任 行政科張科長 法案科張科長 那個 那個 後進科 王科長 人事是王主任 我們 我們犯罪預防科長 行大大隊長 家大大隊長 保大大隊長 上任隊隊長 庫佑隊隊長 金銀分局長 議警分局長 新化分局長 善化分局長 家裡分局長 麻豆分局長 學甲分局長 白盒分局長 白盒分局長 那在後面的 他們這個陳樹典陳副局長 愛副局長 主任秘書 訓練科長 外事科長 法房科長 防治科長 行務中心主任 電視中心主任 民房管制中心主任 秘書室主任 統計室主任 我們資訊室主任 法治室主任 法治室主任 謝謝主席 跟各位議員 您是先生 對不起 對不起 後面還有沒有 都長在那邊 我們第六分局長 第五分局長 第四分局長 第三分局長 第二分局長 第一分局長 永康分局長 歸仁分局長 謝謝各位 請我們不及局長 報告 那個局長 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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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主席 各位議員 你是先生 時間過得很快 我到台南市三個多月 我現在這個時刻 站在這個議場上 是我一生的榮幸 也可能是我一生最大的挑戰 今天會到議會來報告 工作報告 我代表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 跟今天在座的每位議員 你是先生 表示最高的境遇與卸程 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首先報告是人力配置 事實上到三個禮拜 從警衆署又合派了 又多增加增派我們機場原警 99名 我們原來的數據是 3869 目前的警力數是3962 那預計在今年元月份 我們還會再增派 大概100個機場的員警 到時候這個數據 可能是近年來 我們機場員警數最多的時刻 非常感謝各位議員 你是先生 平時的監督指導 那報告治安狀況 我到台南市真的發現說 在全國各縣市的警察裡面 我們台南市警察真的沒有密報 那以下報告的成果 都是前任陳局長 他多年的努力才有這個成果 那我剛來 如果做的有疏弱 是我個人努力不夠 那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密報刑案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治安的體質是健康的 我們包括全班刑案 包括暴力犯罪 包括竊盜案件 包括詐欺案件 每年都是 每年破案率 都是上升的 每年的發生率 都是緩慢的下降的 這是符合犯罪裡面的 所有的理論跟根據 也適合我們台南市的體質 那再來我們的重點工作 首先當然是 茶集打炸 防堵 詐騙案件跟毒品案件 是我們現在目前 國內重要的治安政策 我們當然全力以赴 另外對於暴力犯罪 槍戒 幫派 契機車竊盜 甚至自行車失竊案 自住宅竊盜 民生竊盜 等等 我們都會全力 都是我們本期的 資安工作的重點 另外我們會結合 市府的相關單位 包括公務局 環保局 台灣電力公司等等 成立聯合機查小組 我們希望對 切刀案件 能夠有所成效 另外也會協助 辦理經濟案件 有關 有效防治少年犯罪 因為少年犯罪 是會影響到 整個社會的安定 所以少年犯罪 本局非常非常的重視 包括校園安全 安全環境的檢測 跟學校建立機制 建立平台 建立通報的機制 加強宣導 對可能知識的場所 加強查查等等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另外防治毒品侵入校園 是目前國人非常重視的 本局會結合 教育局 校外會 各局 學校等等 對可能青少年會 對適用毒品的場所 加強查查 盡一切的力量 防止毒品進入校園 另外對 少年犯罪 有偏差的 可能的行為的青少年 我們會以預防為主 爭處為福 希望平常 就對這些青少年 加強勸導 輔導 跟關懷 希望 由根本解決 青少年犯罪的問題 另外 本局 有列管 少年 一共有66人 我們都有列車 而且都有各分局的警勤區 或者行車區 實施 實施查訪 另外對於有危險駕車的青少年 有14人 我們除了警勤區 行車區 加強查訪之外 我們也會請少年隊 專責區 加強關懷 另外 另外 加強家庭暴力 及性親愛安全防護的部分 我們會提高被害人自我防衛等能力 並將網絡的資源的訊息提供被害人參考運用 我們希望把這種 這種防衛的機制 深入到社區的每一個 社區的每一個角落 對於家庭暴力危險分子 我們會予以分級 分級 加強管制 另外 提高網絡成員 對加暴被害人的安全服務 那針對性侵害防治的作為 我們會推動性侵害案件整合性的團隊服務 被害人一戰式的服務 提供專業 而且又全程的服務 希望讓這些被害人不要遭受第二次的傷害 另外會加強遠景專業智能的訓練 加強專業的技巧 而且會加強訓練 對本級所有的家房官 防治子組長 我們都有實施定期的訓練 專業的訓練 另外 對複佑安全預防宣導的活動 我們會大力的推動 主動到各級學校 各社區 甚至其他單位辦理活動 我們都會加強的宣導 交通現況與重點工作 目前我們的機動車輛有190幾萬 其中機車有120幾萬 我們重點工作在防治酒駕的駕駛 那今年取締的績效是比上期增加 成效是受傷 傷亡有減少 顯然這個防治酒駕的成效是進步的 是成功的 另外會強化交通疏導作為 防治酒駕的工作 針對查獲危險駕車的青少年 我們要求 由行事少年 還有警察區 會利用家戶查訪的時機 進行家長或者是監護人 跟他約談約訪約制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對有危險駕車的列關懷的對象有37人 其中有14人是高危險 中度是8人 在防治交通事故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交通執法與教育宣導 我們實施違規停車零農人 針對並排停車 人行道停車 消防車出入口 汽車占用車道 公共汽車照護站 交叉路口及逆向停車 氣象嚴重影響交通 會妨礙他人通行及違規行為 我們會加強取締 但是我們在執行這項 違規停車零農人專案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我們所有的援警 注意進行舉發的要件 會注意情緒的管理 會落實違規的財政 會避免重複的舉發等要項 提醒同仁注意 釋法性執行技巧 並要求大家執法的時候 要注意比例的原則 因為機車占我們所有 汽機車的將近商務之二 所有它的發生事故率 傷亡率就將近到八成多 所以機車駕駛機車的取締 我們是非常重視的 另外配合委外民間偷掉的工作 這個脫掉的工作在進步的城市是必行的 在世界各國也都是這樣 以前因為從今年4月開始 4月15日開始實施 確實是因為執行技巧 還有民眾不適應等等因素 引起一些疑慮 從今年6月21日起 本局採用 才由交通大隊成立專責隊來執行 並實施示範觀摩 而且訂定脫掉的SOP 到目前為止 雖然脫掉的數目是逐漸下降 但是民眾接受度是提升 交通的秩序是提升的 我們會要求所有的脫掉工作 一定要從熱區先開始 另外有關本局聽設的整建 我們現在整建的明治派出所 有北門派出所 有安安順派出所 精華派出所 實踐派出所 還有精華訓練中心 這些都在陸續施工 而且執行當中 有關監視錄影系統的建置 目前我們有主機1657組鏡頭 鏡頭16565支 我們目前我們台南的監視錄影系統 是非常先進 而且非常科學的 所以對於偵辦行難 還有交通事故的處理 是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設置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對於這些監視機的設置 也非常非常的熱心 也提供很多的意見 我們會依照 設置要點 我們有規定 我們有規定 我們有規定一個監視器設置的要點 針對治安交通需要的地點 盡量去設置 有關社區守望相助隊的運作 由於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 所以本局針對疫警 至公民房 疫交 僅有守望相助 這些有軍 我們會盡量的去整合 去凝聚我們這些能量 來共同來為治安而努力 另外 我們提升我們的行事見識的能量 因為行事科學科技警察行事見識 是關系到人權 也關系到治安破案 所以我們對這項工作 非常重視 這五年來 從升格以來 非常感謝議會的支持 還有市府的支持 我們目前 台南市的行事見識能力 在全國是前三名 我們幾乎所有的案件 都是科技班案 所有案件都能拿出證據 而且非常保障人權 另外有關於遠景教育訓練 及心理輔導的部分 這一項是我們重視的工作 因為警察的工作是辛苦的 他的生活是疲累的 所以有關遠景的身心健康 我們非常的重視 有關的教育訓練 我們按照警鐘署的規定 都在執行當中 警察風紀是一個 是警察的命脈 所以你再怕破多的案子 比不上一個風紀案件的發生 所以對警察風紀的重視 上次警政署到我們警察局 我們一直都是在重視 這個警察的風紀 我們會辦理風紀評估輔導 對有違紀傾向的 會加強 壓強考核 另外有違紀傾向的 有輔導對象的 或者列入教育輔導的 我們都會有要求各級主管 每月時事肯談 跟家庭訪問 對於有酗酒習慣的同仁 我們也列車語語輔導 有關110情務派遣系統 大約我們每天台南市的110情務中心 大概會接收到約1000件左右的民眾報案 那成案的大概800多件 我們都會實施電話檢測 檢測我們同仁在處理案件的滿意度 到目前為止大概都有超過9成民眾 對警察同仁的處理案件的滿意度 是滿意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設施 包括台灣車輛 包括取締風俗 取締電子遊樂場 拓展志工 注意民眾的感受 我非常感謝議會今天給我這個機會 來在此報告 科技警政 我記得陳局長剛要退休的時候 再三交代我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希望我能落實社區警政 加強傾聽人民的聲音 加強注意民意代表的反應 加強聯繫相關我們轄內 所有的社區社群 所有的人民 我們希望以民為尊 加強社區警政 能夠在台南市徹底執行 另外科技警政 因為科技是能代表 我們一個警察機關 它的能量它的效能 也是保障人權 所以我們在提升科技搬難的部分 我們也會加強 最後還是再次感謝各位議員 謝謝女士先生 大會主席 謝謝台南市 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到台南市服務 謝謝大家 謝謝 請相機 說到台南區海醫院 今天有去看台南島市民 待會兒 我還會發出 在工作報告之前 在這一期呢 我們消防局的人事運動 只有政風市林主任 在新到任 九月份到任 那麼以上呢 其他的人員都沒有變動 接著我做工作報告 在我們的人員的部分呢 在十月份又補充了二十四位的新進人員 所以我們現在的預算是一千零五十五人 那麼實際上已經到一千零一十二人 那麼比以往呢 的人數呢 都已經有增加 那麼在業務的重點方面呢 第一個 在強化火災預防方面呢 我們這個一百零五年度 購置了一百一千四百八十六指 自警器 協助弱勢家庭 設置自載火災警報器 那麼到八月底為止呢 總計 前市有九千六百戶呢 這個裝設 另外呢 為了確保 這個轄區呢 辦理大型群聚活動的安全 避免災害的發生 那麼也要強化指辦單位的應變能力呢 已經訂定了 這個臺南市辦理大型群聚活動 安全管理要點 那麼 依法管制本市的大型群聚活動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在健全防救災體系方面呢 我們針對我們轄區呢 二十四區八十里 一煙水的潛市地區呢 建立 台南市一煙水地區超前部署消防救災能量機制 來應應緊急事件的處理 另外也跟臨近的 雲嘉南縣市呢 建立 七億聯訪的合作機制 那這個在0206的時候呢 都已經有發揮效用 來發揮整體的 這個救災的 投入最大的能量 以及 大家 這個共同防治的目標與搶救效能 另外呢 也持續強化 我們各區 37區的 區的應變中心軟硬體授施 強化本市各區的 這個災害應變 以及防救能力 來精進第一線 防救災業務人員的專業素養 另外第三呢 在提升緊急救護品質方面呢 我們致力協助推廣 全民CPR的活動 到 三月到八月呢 總共辦了324場 先到一萬兩千零五十人次 那麼為了要達成道院權 這個心臟停止 也就是歐卡病患的急救成功率 達到 我們年度目標 百分之二十三呢 經培訓的 這個一百位高級急救技術員 也就是EMTP呢 合格率百分之九十六 那麼都已經投入到各分隊 來做執勤 來提升 大院權的緊急救護效能 那麼在應用民間團體力量的部分呢 我們強化抑郊的學勤技術能力 我們辦了九場次的這個議校的訓練 那訓練人士呢達到四百人 第五呢在辦理消防演練以及太旺消防專備器材的部分呢 目前我們各式消防車輛有一百九十三輛 那麼一百零五年度呢 編列了小型水箱車十四輛 水庫車兩輛 那麼現在都已經在履約進行中 另外針對災害現場緊急急需的裝備 我們辦理救災器材的添購呢 那麼在八月份呢都已經驗收完畢 也發交到各分隊在第一線的同仁 能夠確保他們救災的這個消防安全 另外針對我們本市的小小巷道搶救不遺地區呢 一千六百八十八處呢 我們除了列館以外呢 也都定期的辦理兵級推援以及實兵演練 那麼到八月底呢 已經辦理了三百六十九場次 另外呢 對古蹟以及歷史建築的演練呢 也辦理了八十場次 以來確保我們的公共安全 這個以上是我的二要報告 那麼詳細資料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列 謝謝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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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議員現在開始這次 你如果都沒人去 最好啦 來 那個都員 開始這時間 時間10分鐘 請 謝謝 我們燒焦啦 我想說待會要看那個 董素園 先那一時間 蔡薇妳等一下 我們的王局長的帶領之下 各分局的職管 李局長帶領之下 所有的團隊 要給我們所有議員當年大家過程 每天小姐新生過程 局長 剛才你在報告 就是我們有分二T次 就信念100個人 就是說在火災還是車盒都好 現場所救到的 反正尚告便宜 盡情有心臟跳動的光靈 我們100個人 有 現在我們各分隊都有分發到嗎 有 有 就是分隊裡面 我們所有的警銷人員都有這個 我們的人員是EMT2 EMT1 都有 那這個是EMTP 就是高級的 對 他這個各分隊也都有 好 OK 他們一定會 因為 他們倒一日隨時發生事情 這是無法去醫療的 所以 從這幾年來 可以說學邊來 從過去 我們的這個 比較烈情 比較烈情 所以 常常都這個火有比較嚴 希望這個火這樣 把它燒下來 我說過 大家 情義小人人 我都說一句話 你們如果很英文就很高興 他們怎麼 代表我們是 太平盛世 不然只要說 聽到音樂音樂的聲音 就非常的恐怖 一直很緊張 所以在這裡也是 慶定你住你的團隊 是說大家分隊 大家都非常的緊緊 非常的緊緊 在這裡幫你 學熱一下 現在目前 我們比較有988的 988的人 那又有欠 在我們的預算內又有欠 希望說 在明年度 我們可以再加進去 一些名字 因為在我們 不管是小鳳 跟我們警察一樣 在我們外地 這些孩子 我們台南市 這些主題 都很想要 一生所惡 要回來我們的 自己的 所在來服務 但是就是 缺以言而的限制 所以有很多 要回來都沒辦法 這我們還努力 還在政策 還繼續 去跟小鳳師傅政策 你要跟我說嗎 一分鐘 給你說 好 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 就是合併這幾年下來 今年算是補充的人力最多的 對 那明年一樣 我們會有50幾位 會回來報到 明年 但是我們特困的 比較多 一般要調動的 言論很少 這個 如果 如果 家庭 因事特困 他們都沒有機會 給我回來 我再來跟 事務裡面爭取 對啊 就是這一點 要去努力 謝謝 謝謝 好 您請坐 黃局長 你現在在講電話 我現在想要跟妳講話 黃局長 醫院好 黃局長 因為你初初來 那就是 跟妳在這裡 在這裡玩 第一次在這裡跟妳講話 因為我也是要 競定我們 境界才的兄弟 謝謝 因為那一天像我們這個 梅姬台風 我看到 我們這些兄弟 在那個 鳳凰 那些人住的 當中 大家都非常鎮靜 雖然 這是妳的本分 沒有錯 但是 這個心 就是說 這些兄弟 這個心的付出 我的心態 想說 我就在這裡吃頭路 這是 我的質疑 但是也會覺得說 阿姨 這像我會覺得說 我就在吃頭路了 有做不做 也是這樣 我要跟妳講話 真感謝 因為 梅姬台風風 風雨很大 說實在 在這邊 真的是 大家走到要死 因為 我們在 我們 那個 大火的時候 把那個 浮屍 扶出來 其實這件事 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死者 是在我們 當地 後面的房子 所以 過去 是我們幾人的分局 秋分局長 分局長 這麼多 秋分局長 是 妳做什麼 辛苦 那個時候 是我們這裡 身份的業務 那麼呢 到後來發現 在我們第三分局 第三分局的分局長 辛苦妳啦 辛苦妳 請坐 在那兒發生 所以到後來 跟我們移高過 要可以非常順利 把這個案來 破案 這也是跟妳們慶頂 我現在要說 就是 有在台南市 過去 很多大案件 我們都 從時間來 真多的時間來 我們就一日 去跟她破案 所以慶頂 我們這裡 兄弟也慶頂 住了而已 正的陳局長 到現在的房局長 你們的領導 之下 很高興 像我們林副座 也回來了 請坐林局長 林副局長 所以說 在過去 就是 地圈這麼平順 希望未來 也是一樣 我現在 要說的就是 目前我們的禁止期 你看 這裡 請幾組的主機 還 萬幾的這個 警察 包括我們 今年度 所整修的 有 九十八組 有 還有 青年 的警察 因為在過去 所有 都是 客 禁止去 來破案 所以說 我在這裡 要替妳 叫妳 更認真 就是說 說 在台南市 上面 現在是 市長說 錢不夠 所有的監視器 都是在重要的路口 才 有機會去設置 在過去 還沒學憑 我們就是 要有錢 拿回來社區 比如說 這個政策 會出口 也爭 一個 也很有效果 所以說 要再叫妳 更努力 就是 警察不夠的地方 我們又盡量去 政策 在那一天 議會的頒獎 因為那一天有送五十匹 就是大家兄弟的辛苦 這是議會 大家的共同 這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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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黨議 大家議員的關心 跟妳送一個圍文 我相信 在妳的住宗日子 原來是 可以讓我們 台南市 一個 很平安 的勝市 但是我現在還要說 脫掉 這個部分 拜託 我們盡量放軟手 因為 拖掉 進入北区 跟 這個東人區 包括林町 但是沒有拖掉的地方 我也拜託 盡量 違規 開店 稍微放軟手 因為在這家 我們的 放屋 地價稅 今年收到的地價稅 大家都要 八萬變十六萬 大家都背上去跳 打不開 再來 房屋稅 今年會不會癢癢的房屋稅 七月一號開增 明年少得到 但是我們回溯到 九十年 拧到使用執照的 開始 都來去 所以在明年這坡 不過可能有很多人 也會跳起來 我要說就是 過去 我們熱市長說 台南是一個 做夢 亂來 基礎的好社區 不過在今年 大地人之後 再來一站一站的颱風 把我們的生息 包括收到現在的地價稅 美女的房屋稅 都是讓我們很辛苦的 包括四月份開始拖著 這些拖著 這些蓋子車 一樣 所以所有 都是我們市民來買單 那麼 這是要怎麼叫做 亂來做夢的好社區呢 未來的大建設 都還沒看到落實 就是這些零零散散已經開始了 所以拜託 我們交通隊的 開單的部分 不然說去看一個水器 看一個感冒 出來請不去 拜託 盡量放比較軟手 這是今天工作報告 我特別拜託一下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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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所以事實上這次美濟颱風這個過程 我看到環境萬一這樣做 那大風大風沒人看的 都他們在打拚 這是幾年來的努力 是陳局長領導的 所以我 包括我跟你一樣 我也覺得很感動很感動 另外說這件事是 這本來就應該我去做 因為蓋世去 台灣全省來說 各管是我們的最好 雖然我們有需要繼續去補強 但是功能到目前為止 有辦法保障我們台南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脫掉 脫掉是進步國家是一定的 進步就是一定的 但是不是為了脫掉而脫掉 要改善交通 保護交通狀況 都議員 你知道這裡 我的努力去做 謝謝 好 謝謝 請蔡委員 諮詢 時間10分鐘 請 副目指数 副目指數 分數 是特ими 現成立 bon 未必很好 沒有 就是你做到 議員是4.23 你們整體你們的青年度比我更好 我們在這裏 抱歉 因為裡面沒有調查到你們 你們的 人歷 今年到今年 945千塊到現在一千共十一的 所以今天我目標 今天講完之後有時間我跟你們講 你們的經格比較沒問題 我們今天 再叫 去年這個新的報告 交進的報告 人員兼兩的 機長 我們都在準備準了 醫藥警察要退休不退休 那 醫藥比較講 有可能說明年要補多少 可是不一定 提筆這麼多也不一定 機長 你參加工序不錯 很多條 這個我記者經緣有聽到 以前或是整個機長稱機長 他參加的中央數比較少 第一 你有建議一個 警察視訊系統 因為你們的人歷 對我感覺 多少人 做多少工作 這是你們的 真的做法啦 很多事情 對我民意代表說起來 我們還是 有的不能滿意 像說 吃賭也好 借賭也好 最近 來我們菜咖啡來 菜啦 真的 最近 他們經營室要求你們去菜籍那裡菜籐 我們要叫有配合嗎 我們要再幫他來 有配合嗎 謝謝蔡議員你的關心 你這個問題也很重要 沒有啦 你敢講我時間以外 我們屬於經營室就沒有叫台南市建制局去問操 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有配合嗎 有的風中長跟我說有呢 沒有這個事情 說他配合 只讓人人處理 我們台南市有做嗎 沒有做 我們有做我們要做的部分 我們要做的部分就是專責隊配合地檢室 配合消保官 我們是型大的三隊跟四隊專責配合 他們去查菜籍不是查菜籍 最近做的比較早 現在這次 好來你請坐 我們全部的分教長請站起來坐 包括現場大隊 來站起來 我告訴你 我們大型的超商量販店 叫普通的傳統市場 一切對賣 比較貴 因為傳統市場 比較少給他手 來 傳統市場比較少給他手 來 因為超商比較少給他手 這個都沒意見 因為老實說 紅菜頭 平方社都介紹不好 這些蔡廠哥 稍微來冷凍後放下去 結果 人家這麼多 你說他有壟斷還是 沒有壟斷 你說他一天他菜籍還是沒有菜籍 我要跟教長說 就是我們經歷已經有夠少 如果你有能力 我看法 你有怕什麼做到台南市做到體育 還是還有機會往上爬 我看你今天這個做法 跟中年經常不一樣 先來講第一個問題好了 你們的 你們的總局局分局 有屬性嗎 你有怎麼做到 尋信沒有啦 有 當時要做 年內進情 十二月進情 經緣有啊 有 誰的我們自己變 第一 尤其和派出的視訊 不用用我做很大的工程 因為建設局跟尤其和派出 這工程就要 你不能這樣說 講一支手機說要視訊 看不出來有這樣就要視訊 你的作為定義嚴謹 我到底是搞什麼程度 你說 第一個 你如果每一個派出 我都跟風局視訊 這是一定要的 現在 我們說 我們說 年底 年底你是要怎麼做 發出什麼準備 你說我聽 電腦啊 電腦 電腦又轉換成螢幕啊 你是要用一個投影機還是什麼 對 還有一個螢幕 還有一個電腦就可以了 對啦 我是你的意思是 你不能 你甚至也說照電視這樣 放在看 清晰風局 中央在叫發出 發出所在說什麼 你不能走出去 手機啊 我手機這樣看 世紀這樣說 我跟我說什麼 我這樣說 這樣是沒法呢 我真的在說你自己想要做的 聽他告訴你清楚 你剛才說要做的 蔡英文 其實我才請我們的資訊室來報告一下 這是我的觀念 我希望資訊室 好 來 三明治起來 三明治 對一下資訊室才對 請進來 很跑出來 好 來 你請來主席台來 主席台沒有空給你坐 你來主席台走 時間給我停下來 好 請來主席 來主席台比較不亂 來主席台 主席你沒時間 我給他考一下 好 來 我再報告一下 我們剛才局長說 剛才說的 現在已經中國跟本局有俗信 因為本局的設備比較好 我們局長說要跟本局的發展 他自己說的 可以業界 能夠節省 能力 能夠物業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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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局長說這個 知道啦 要怎麼做 你講講怎麼做 感謝議員的關心 有關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局長到任以後就開始 對啦 我拜託你 我時間 分局部分 我們跟Puzzle部分 原本就可以利用 Skybee都用 免費的軟體就可以做 對啦 而做的話 包括你今天那個 分局部問題 分局螢幕 螢幕要看到啦 局本部跟Puzzle 因為我們現在免費軟體 只有25人版 你要把所有 147手加上22個 就是21個點169的話 可能要用那個 不用啦 我們的分局 一個分局 你跟我說這樣 要用什麼螢幕 要用什麼螢幕啦 是要用電視大台幾出的 還是要用小錢的平板電腦 還是桌上這個電腦啦 他這個分局是跟那個 那個分局長跟所長部分 來做視訊 那你假設說 視訊用什麼 電腦當然沒問題 視訊沒問題 要用什麼對講啦 對講他就是那個鏡頭就可以啦 這樣就是用小機子嘛 你說的意思 我們普通的警察 你用那支 小機子 對講這支 你啦 是不是 沒有用什麼啦 有這種麥克風也可以 你在那鏡頭 鏡頭就有麥克風了 沒有啦 你說的意思不一樣 我意思是說 好 分局長 只剩新的分局 還叫10個 發售所長坐在一圍 在說 你最早也看到 沒有跟分局 發售所長 照這個 白天的貨物你也這樣 視訊對談 就直接來講 大家不用再來分局 大家都集中 發售所長 同一個時候 好 假設我過去 都會發售所長來分局 開月嘛 對不對 現在不用 固定一圍 當那圍 裝一台電腦 看要筆記上電腦 放在桌上 或是在桌上上電腦 在說的時候 要不然你們就設一個投影機 說得要看有 跟拋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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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事情 你視訊 這樣就不破 好 沒關係 你們定義好清楚 要怎麼做 跟一分資料好 可以這樣做 好 你請問 這人 可以這樣做 我相信 這是都重大的改革 要不夠人 有的收到 三個 你們有三個人 對不對 有 有五個人的 有 有 在我的 鎖鎖鎖鎖鎖 人越來越少 要做的工具越來越多 所以 很多人想要提供 加到現在提供這個多 說要到65歲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不一定提供很多 你這個重大變革 我給你支持 就是說 把整頒鎖鎖驕完 也會支持 幫人 走 走 你們全市集的走 油車也好 人也好 開的時間也好 做上緣也好 我覺得還好 要弄死到拋售 你年底已經做完看看 好 一年沒去找市場 因為你有說 能力爭取 他在裡面你把他調度 我的時間搞不要緣 我看還敗 可能黑波不一定敗得對 這 我告訴你 我跟主席說 大會通過的職業是 黑波 點半到五點半 早上是你們 管得好 早上是你們自己就沒搞 這 這不能再議員 因為時間定好了 黑波絕對要開市 不能不開市 你知道意思 主席我幫你報告 你不能像以前說 黑波要來 我再叫來 你去的人叫大家 不錯 我們這是公堂 照共照行 黑波 人家要問要給我們 了解了 好 等一下 我時間告訴你 好 謝謝 你知道 我們王嘉珍議員 這時間十分鐘請 那個李局長 我給你請教一下 貴局我們消防同仁 消防員同仁 他們目前的薪資的加給狀況怎麼樣 我知道這個議題是我們談了很久的 我想你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對不對 是超級加班會 對 現在的狀況 明年度的狀況 譬如說你們增加了一些人力 包括警察局跟貴局都增加一些人力 是 但是重點在於說我們了解 你們幾個單位都是第一線最辛苦 身先士足 衛名前鋒的單位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他們長久以來 覺得對他們非常不公道的超勤加 超勤加班會 加幾對不對 對 狀況如何 有沒有改善 我們超勤加班會是 合併之前是一萬二啦 OK 後來有增加到一萬三千五 還是不對嘛 那數字還是不如我們認為該有的嘛 是吧 這個當然 那現在呢 目前的狀況呢 譬如說 如果照市長所願 明年會增加大概三十五億左右的預算 顯然完全沒有想到基層 你們長年以來對於超勤加級沒有補足你們的心聲啊 那局長作為消防局的大家長 您的角色是怎麼樣 你們有幫忙爭取一下嗎 這個當然我們在議長會議裡面有爭取啦 可是沒有辦法 所謂沒有辦法 市府不斷的強調沒有辦法關鍵點在哪裡 當然是 你要不要叫市長陪著你們去跑一下火拆看看去 就是他穿著消防衣 最近陳彥正久依過 那個又在講世貿啊那個消防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不斷的強調 不是你啦 市府高層不斷的強調沒有辦法 一年兩年三年 到現在賴清的市長可能要去新北啦 還是沒有辦法 那基層遠景他們的苦楚 作為局長你不覺得感同身受非常難過嗎 所以我在人力上有做增加嘛 然後勤務上也有做一些調整 那麼盡量 局長 讓他們 中華民國經濟不正 十幾年 公務單位的薪資都沒有調整 可是該給他們的 他們拼著命換來的 微薄的職務超勤 也沒有辦法符合該有的數字 在這種情因之下 消防隊的朋友們 消防員這些朋友們 他們的心怎麼能夠定 不能定 如何用力的打火 如果他們不努力打火的話 我們台南市的相關建物家庭聲明的安全 這個不是是一連串的問題嗎 局長 我了解過了 我們現在每一人 從外縣市回來的同仁都蠻多的 當然他們要回來 他們也都知道 我們台南市的超勤加班會比他們低 局長 我們愛家想要回到家裡 可能父母年老 或者有別的什麼理由 OK 那我覺得都不是你們 沒有辦法給超勤加班 他們願意回來 所以他們知道李大禹不夠好 這個不成理由嘛 這個是我們更對不起他們嘛 局長 所以好沒關係局長 最後我要請教你這句話 每一年你是不是都有極力爭取 都有極力爭取 編譯上的時候都有 都有極力爭取 每一次都給你打槍嘛 都表示說不行就是不行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財主單位的講法就是 沒有財源嘛 市庫不夠富裕嘛 是不是這樣 講了很久了嘛 對不對 多少年了 三年了吧 三年了嘛 只有三年嗎 對 我在這邊跟各位提這個 這個所謂的加給費這個問題 也已經第二年了 可見得對賴清德市長來講 他把預算寧願是挪到那種土地啊什麼之類 相對來講 我們覺得沒有最基層拼命的公務人員 我們這個政府這個這個社會這個國家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安寧祥和 那當然局長我們希望突顯這個問題 在市議會審議算的時候 我也會再來請教一下我們財主單位 什麼時候才要給我們打火兄弟一個公道的交代 來 局長你請坐 是 來 黃局長 您上任禮來請走基層 非常認真 那當然跟本會同仁呢 您也竭盡所能 來了解本會同仁對局裡的意見 局長 你吃不吃這個 我沒看過這個東西 你沒看過這個東西 最近它那麼紅 你沒看過這個東西 局長 你可以說你沒看過這個東西 在下面挖個 這那個毒糖果 這叫毒糖果嗎 我不曉得 因為我以為你在講那個媒體報道 這叫毒糖果嗎 那我等一下中毒了 你要不要救我一下 這叫毒糖果嗎 這到底是不是毒糖果 對不起我這樣看不出來 你這樣子看不出來 OK 這個就是關鍵 抱歉喔 不禮貌在咬著毒糖果跟您問話 局長 你要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怎麼樣能夠避免 我們最愛的QQ軟糖 小熊寶寶 我們怎麼樣能避免 我們以為它是好吃的 我們小時候的最愛 不成為毒糖果 你剛剛講得好 這個事情 前幾天我們台南見報 因為我們有分局查獲了包括咖啡包 包括兩包QQ軟糖變成毒糖果 對不對 很遺憾 它已經是全國泛濫 今天台北新北 又有毒糖果的新聞 而且寒毒不淺 那局長我現在想請教一下 這個都是我們很喜歡吃的東西 以前在國外的時候 這個可能它是整排都給你各式各樣的 QQ軟糖 那局長 怎麼幫忙我們來分辨 這個毒糖果 是毒糖果 不是我一路吃到大的QQ小熊軟糖呢 剛才王議員你關心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跟人民非常關係相連 他真的已經是蔓延了 而且這是小朋友愛吃 我們老人家還可能不見得愛吃 這也是警察人員要放全力去掃毒的原因之一 因為它危害到社會大眾 所以這件案子也是我們 我們我們警察局自己查到 我們查到之後也加強宣導 另外我們對這些可疑場所可疑人物 因為讓他魔高以死 我道高搖以仗 我們會想盡辦法來餵毒他 來打擊他 局長你所謂的想盡辦法 譬如說酒駕 你們就在某些時間做零檢對不對 做攔截 對疑似可疑車輛做抽查 對不對 會產生嚇阻的效果 那請教一下 針對本市已經有毒糖果了 已經有QQ軟糖氾濫了 台北新北這邊今天也見爆了 你們的對策是什麼 你不要用形容詞 我常講你不要用形容詞告訴我 我一定會努力怎麼樣打擊犯罪 你告訴我你怎麼打擊犯罪 怎麼打擊毒糖果 第一個跟議員報告 因為你講的非常值得參考 事實上我們中央開始 包括部會的整合 包括情資的整合 包括上緣工廠的整合 我們國家的刑事系統 刑事局 包括我們的刑大 包括我們各分局 我們都有一套機制 包括情資整個 那我們台南市針對 我這邊可能發生的人 可能會製造這些動物的可疑對象 可疑場所 我們會加強查擊 而且我們列車 我們有加強宣導 我們裡面的機制拼得是健全的 知道我們不是說要把那些所謂的 統統抓起來 而是說不要讓它有毒糖果的產生 讓糖果就是糖果 就是我們美麗的回味 就是我們嘴子流香的好東西 所以你剛剛在講說 你去各個地方去所謂的掃蕩取締什麼之類 怎麼做遏止呢 你酒駕你可以做零檢 讓他們知道喝酒不能開車 那你對毒糖果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知識體大 台灣的毒品已經氾濫到小學了 我想您知道的嘛 因為你講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辦法 那事實上我們會 我們第一個有整合 我們政府各部門有整合 我們情資有整合 我們通路有整合 那針對這些可能製作的可疑對象 可疑場所 比如以台南市來講 這個東西一定在某些地方出現 我們其實這樣都有列管 事實上我們都有辦理掃蕩 我們會向上溯源 我們也不是每一家都會這樣做 所以可能發生的 我們每一個都會把它找出來 所以局長麻煩主席 你的意思說 你們會 降下努力掃蕩 那局長我們台南南部相對來講 應該更為淳樸 更為良善的民風 這種糖果是我們愛吃的 而是回憶對不對 你能保證 這個QQ軟糖 永遠是他可愛的QQ軟糖 不會是毒糖果嗎 我的意思說拿台南市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發生了 今天新北又逮到了 那我的意思 你說你向上可以溯源 你向下你會用力掃蕩 今天我要問的是 能不能夠給我們掛保證 不會再有毒糖果 氾濫台南市 本來不要讓任何危害 台南市民的物品在台南發生 本來就我應該保證 我們會全力以赴 所以你有掛保證 我保證我要努力以赴 所以你的意思說 我們台南市這樣子的 美味還是美味 毒糖果不可能存在 你的意思是這樣 你根本是掛保證 我們台北要請庄益朱議員 先自行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 感謝我們志生 那個黃局長 黃局長 之前是在哪一個單位 之前是警政署的副署長 副署長 那也算滿大的 台南市很有榮幸 可以讓我們黃局長來加担任 我們局長這個位置 局長我大概請問 我知道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科技 跟資訊的時代 那我們有很多的辦案 其實也是都透過資訊系統 還有監視系統去做辦案 但是 局長我想要請問 現在我們的手機 他沒說已經都是走到智慧型的 表示我們的科技非常非常的進步 是非常進步 但是局長 聽說我是這樣子的聽說 最近很多 有些我們的市民 是不是不意中手機打開 或是去用淘汰 請問你們都用什麼方法去改處理 如果是去用淘汰 你們都是用怎樣的方式去做處理 我想要了解一下 跟益祖爸爸這個問題很技術很重要 我可以 我比較深入的轉到 我的行政大隊在回答 哪一個單位可以回答我問題 局長你請坐 行政大隊 好我們黃大隊長 如果這樣子的情形 你們都是用什麼方法去掙破 我們可以了解嗎 這個在如果是偷被竊走了 那個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請法官來調手機序號的通連 如果是遺失的就沒辦法調那個序號來追目的 你說如果是被偷的話就可以用序號 可以去找到嘛 那如果是掉的話遺失的話就沒有辦法用序號 真的嗎 是這樣嗎 通信保障檢查法修盛 這個是有利法 那個隊長大隊長你先請坐啦 局長你這麼多我沒叫你 我現在是要跟你說齁 為什麼 局長你請坐 我沒有請你站起來 我只是要讓你們知道 其實你遺失跟被搶 一樣都可以用序號去調查 只是我們警察局 要不要做而已啦 知不知道 我們警察就是要依法 對啊你們依法 但是我跟你說 韜國王大隊長他這樣的回答我不滿意 為什麼 因為我私下有去做了解 其實如果是遺失的話也可以用序號 我在這邊跟局長我有一個訊息給你們 因為我們去那個中醫的時候 電信那個電信要去辦手機的話 我們都有一個序號 而且聽說這個手機的訊號 就好像我們的身份證一樣 全世界不可能有重複的 所以每一個人去辦手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手機都有一個訊號 所以在這邊我可以看到我們刑警大隊 我們的心態 是不是都是桌大放小 大家都要去大小的 小小都沒辦法辦 是不是這種的心態 局長我不清楚 你趕快拿到這點我回去研究一下 對啊 這個 所以我在這邊為什麼特別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我們有市民 有在反應到這個事情 曾經也因為手機掉了 有到我們分局 是群組要解決 要解決 但是可能我們的分局比較沒用 可能分局比較忙 他竟然說沒有辦法 那剛才我們大隊 我們刑警大隊隊長有在講 有序號嘛 重點就是序號 所以局長我在這邊 我是要給你一個正確的訊息 我是要給你一個正確的訊息 我希望你們廣為宣傳 讓我們台南市的市民說 你的手機有一個序號 就好像你的身份證一樣 把它記下來 萬一你的手機如果丟掉的話 其實我們也知道啦 警務工作非常繁瑣 也很忙 但是我們有的社會 我們不能都做 你如果這個手機你沒有在當下 去拿出來什麼 未來人家這個手機在犯案 層出不窮的案件 我跟他說你們再辦 還不完 是不是 總議員 你說有道理啦 但是我感覺台南市的環境 這幾年來他們不會這樣 他們沒屁這樣 他們沒在吃 所以這張團隊 我都服務 我一定要叫他去做 但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有事實的喔 局長這個是有事實的 我今天在講 我不是莫須有的去指責你們 這個真的是有事實 但是我是覺得這是小事啦 我重點要讓你們了解說 手機有訊號 有這個訊號 你們要台南市民去了解 是不是可以未來 你如果所介紹 可以把這個訊號 要把它記起來 可能會增加你們辦案的 保障自己的權力 對對對 然後可能未來對你們在尋求解決案件 會比較 對對對對 謝謝 好局長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們要廣為宣傳啦 謝謝 還有 如果民眾在臉書 臉書上面遭到 罵罵跟侮辱啦 經過報案以後啦 局長我請問啦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追查 有沒有能力 我們很多案喔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建設 大高升的 這個犯罪真的是很多 我知道 現在等於是 智慧型的犯案啦 台灣的建設也在進步 台南市的建設也在進步 我現在問你說 這個你有法度 你有能力去追查嗎 按照法律的規定 的許可之下 台南市的警察一定會做得到 你說的齁 但是他會再切到外國 有時候先天不可能啊 我只要問你說 你有沒有能力就好了 你告訴我有能力 那就好 我肯定你們啦 萬一如果有人報案的話 局長 我們真的就是要考驗你的 我們一定會依法辦理的 好好好 最後這一句話很好 依法辦理啦 那因為 最近我們有一些網路 坦白講 網路的時代來臨了嘛 如果針對網路上 有一些影響國安的言論 我們警方主動去偵查 或移送 我們絕對不反對 本席不反對啦 像我們前一個日子 有民眾在臉書上說要炸小港機場 其實也引起了我們治安機關 相當的重視啦 非常的重視 當然啦 這是有危害到我們國安的整個嚴重問題 所以這種的部分你們要查辦啦 我們這種言論當然是要查辦 那如果是販賣毒品槍戒 這個 然然警察局也應該要偵辦 對不對沒有錯齁 那如果純粹以治安跟國安沒有關係的言論啦 局長我請問你 我們警方也有沒有必要要一一去介入 你覺得有沒有要介入 這個有告訴人 對不起 這個呢 等下我們 依助你說的啦 有的是國安的問題 有的是責任的問題 有的是個人言論自由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去分別 我們會去分別 有的是告訴人 有的是不用告訴人 所以我們去分別會意義去追查 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告訴的話 我們一定要處理 那處理之後這條案到底犯什麼法 那是有人提出嘛 對不對 你們才介入嘛 我在這邊是要讓局長知道 我希望你們要有一個分界啦 我剛才有強調 本席也有強調 如果是國安 這種言論 當然你們就是警察單位 你們就一定要介入啦 因為我們也沒希望說 你們把無謂的人力浪費在這種身上 我覺得對你們來講 因為你們該做的事情還很多嘛 是不是 而且坦白講 你們如果說要去搜索犯罪的資料 他真的是有牽扯到安全的問題的話 我希望你們是應該要介入 但是如果說沒有什麼 我也希望說 我知道你們有壓力 你們有很大的壓力 有時候是上面下來的壓力 但是我現在是說 我的重點是希望你們要有一個分界 那你們清楚嗎 我們一定愛依法辦理 好 你們有什麼壓力 依法辦理 好 依法辦事 這樣是最好 依法辦事 但是台南市 我們緊急近年 一來在民眾臉書上 有收集到所謂的 犯罪的事證 而主動移送 我在這邊要請問一下局長 有幾件 這個我可能比較細的數 哪一個 哪一個 還是我們刑警大隊隊長 我還要再統計 你們還要再統計 你們要來都沒有做功課嗎 你們都不知道 我做很多功課 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網路犯罪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如果是針對這一方面 好 那你們事後要讓我知道 這補資料 謝謝 其中又是以什麼罪名送的案件最多 是販毒的呢 還是擁有槍戒的最多 這個部分 我查一下在補給 也要查到才能知道 那為什麼我要知道這一些 因為最主要是 你如果說 你們的案件 再給一分鐘 局長 如果告訴我們 我們警察在這方面 破壞很多的話 我覺得值得我們鼓勵啊 本時也應該鼓勵 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我們很質疑喔 我們警察是不是有選擇性的 再處理案件 有沒有 我來三個月 我觀察 觀察齁 台南市警察局的 所有的案件都是依法 你都是依法 我是希望說 不要有這樣讓市民 有這樣子的觀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感覺 我們社警察局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這個部分我希望我們局長要特別去注意 還有針對違法 那個汽車 我們的汽車違法 局長 我也希望我們一定要 標準一致啊 不要看有錢人的車子 就爭一眼逼一眼 如果他就開比較壞車的 就馬上來做屈署的動作 這樣在市民的觀感 會覺得不好 本來就不應該 本來也不會 好 不應該齁 我看到好幾件耶 要不要我舉這 這個問題 告到大會議員 之後 我們 стенχun 10分針了 現在請請我們 壹票議員 請十分針請 好感謝主席 黃局長 我們有說到危機停車 我想開關是秋冬不是沒標 我們北門樓那裡 光南大批發前的那個 縣姿勢官邸公車停車處 那裡很多機車都停在那裡 所以很多污車都停在那邊 所以公車都沒辦法停 這點請董事長你注意一下 好 謝謝 另外就是說 日本是一個很有法治的國家 所以日本的警察跟日本的人民 他們都是警民一家 警愛民 民進軍 民進警 所以要怎麼做到這樣 我們說 警察很關心人民的安全 人民很尊敬我們的警察 叫你去日本嗎 你覺得為什麼日本可以做到這樣 日本喔 唐玉你說的這步才是屬性 因為我們台 我在日本五年 現在這個世界各國的警察制度 去日本跟台灣最好 台灣的好是因為我們跟日本 當初他流下來這個制度 這個官僵 組織變成 美國說要做社區政策 他做不夠 因為他的官僵跟變成不夠 你說要做公共人民的 他本來就是我們 歷任的警政署長 歷任的 包括我承認的陳局長 我看他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高台 再高台 自己也這樣做 陳局長對大家很客氣 對環境很客氣 就是希望所有環境 對老百姓很客氣 那我看到大部分的 台南市的環境 對老百姓也是很客氣 市井如新 市民如新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所以說我們的精神跟日本 是一樣的 我們也朝這個目標在進行 對 因為我實在你很久了 在這裡歡迎我就不理了 所以我了解你的領土靈 了解你的侯率 了解你的服務 了解你的專業 所以在日本 警察如果面對到 違規的民眾 第一 鞠躬 跟市民鞠躬 第二 跟市民說 你為什麼違規 請你緊繞走 所以這點 我希望我們警察給我們學習一下 另外一點 我們警察兄弟 請來聽說 主殺 為什麼主殺呢 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勤務這勤務當 時間長 或是說他的財務有困難 你住啊 所以選在主殺啊 有可能他勤務要跟他搶啊 很多原因的嘛 對 所以 有聽說 我們台南市 警察局 十來的分局 多少警察兄弟 三千九百幾 三千九百幾警察兄弟 要說 過去到現在 有嗎 我們總是這補行的事情 每天都說有環境 主殺 大家都很難過 因為我們十九百幾 有說過嘛 對 前面 我們這些警察兄弟 他們感到壓力大 所以 什麼樣的壓力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 所以他開始主殺 所以 我們 作為分局長 作為長官 我們就要關心 我們小孩兄弟 要留意 要關心 要重視 唐議員 你剛才說的很正確 這個環境是勤務時間長 就是最基本 我們要要求說 我本身要做去嘛 我跟陳局長說 他有關心 幹部 幹部有關心 有關心 環境 環境 他的心情不太好 其實勤務時間長 是勤務的內容 他沒有尊嚴 沒有尊嚴 他怎麼做都叫他 等等 這都是我 我要付這個改革的 包括說每一個圓景 他的需要 甚至他家裡的需要 我會盡量照顧到 謝謝唐議員 你的資訊 這是我 我完全有你的目標 你知道嗎 當我聽到的民眾 說到我們警察兄弟弟 說什麼 怕青的路面 有白的路面 你知道嗎 我聽得很痛心嗎 因為你比較聽到警察 其實現在是弱勢的團體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今天 黃區長 你會領得錢 我們一人分局 希望所有的孩子 都以我身為警察為榮 好 這我制度我要做得到 謝謝你 這部分要加強 好 讓我們的人民 對我們的警察兄弟 有信心 好 應該 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我的努力是打招 沒有不對 謝謝 我相信 教長你做得到 因為我實在很久 所以這部分 要加強一下 好 謝謝 關心我們的警察兄弟 到底是什麼 你煩惱 什麼壓力 什麼問題 會導致於消耗開自殺 是 好 這部分 謝謝 要留意 好 謝謝 來 教長你這麼多 要加油 我相信 教長沒問題 那個 我們消防局理局長 教長 老實說 我們緊銷 包括我們當年說的 風胎的時候 我們的警察兄弟 跟我們 我們消防局的兄弟 老實說 都是相關的危險 相關的辛苦 為自己的生命安全 相關的危險 但是大家都不顧著自己的生命 都為了市民的安全 市民的生命財產 我們都不顧著自己的危險 這點本事要輕重 我們的警察兄弟跟我們的消防兄弟 所以 教長 李局長 我們 近年 四月 我們有 做一個 那個 救生站嗎 對 在運河 運河旁邊 所以 這個救生站 東西 設計的目標 和意義 是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們接受報案之後 跳水自殺的 我們到達現場 會有一段時間 那能夠精進這個時間 民眾看到 從那個公車站牌 或者是 這個7分的商店 就可以拿出那個 救生站拋給 那個受逆者 這是我們運河 煙山 有7座公車亭 還有店街 都設有救生圈 救生圈是放在哪裡 公車站牌是在它的後面 救生圈在那個店家的門口 我們設了以後到現在 已經成功的 救了三個案例 是成功的 這個嘛 是不是 台南市消防局 全國首創救生站 設立到現在 已經發揮 兩次的功用 三次 最近又有一次 三次了嘛 真的三次了 救了三條性命 本來兩條性命 到目前三條性命 是 救生圈 跟馬上淘汰 沒有 好像我印象中 沒有 公車亭 你放在那裡 公車亭 放在後面 對不對 座位後面 都失竊過嗎 我 我的 就我了解 是沒有接到這樣的報告 這個部分 我還要再查一下 店街 幾間店街 19個 對 19個店家 還要繼續 設置 會 我們會再繼續努力 看 有些店家跟他溝通 他如果 看我這個 你現在正在溝通的店家 或是說 我們的公車停車站 現在有幾處 或是 有幾家 正在接洽的 可能還要 會後再資料給議員 好不好 我覺得 這個做法很好 因為 老實說 人 一個人 在招數 壓力之前 要自殺 只有1秒鐘而已 是 像不開 只有1秒鐘而已 對 包括說 我們今天在舉槍自殺 包括一個人要自殺 要上吊 要跳運河 要喝牛酸 喝牛酸 喝農藥 都是一秒之間 是 這一秒之間 我們就決定的生死了 所以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消防局 到交通局 可以繼續 來為 我們台南市民 的這個生命 來繼續關心 來繼續 設置 好 這個我們會繼續來加強 所以到目前 OK的 有幾 已經OK的攤妥了 已經有幾座 或是幾家 十九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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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個地方是 本來七座的公車亭 然後店家幾座 十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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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十九是怎樣 這兩家都保安材來賓 對對對 齁 七 十二 十九 你繼續 你覺得繼續還可以設置 還是說電車還是公車庭還有幾位 那個就我會後再看給 所以你現在沒有資料 我現在沒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結果 是 所以齁 對你的恐怖 尤其齁 像這種的 很重要 都說齁 都說齁 有當地 阿里很大 我們這個聖王兄弟 阿里很大 我們黃區長 阿里很大 我們這個 警察兄弟 他們阿里很大 所以當地 阿里這麼多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什麼心理諮商師阿 還是說給他們什麼紓壓的方式 有 有 我們有跟成大的團隊 那個醫師 專業醫師做合作 那麼 0206之後 我們就有對很多的同仁都做過 這個壓力創傷症候群 是心理師嗎 是 對對對 你有留意說 我們當地的聖王兄弟 那時候 跟過去沒有什麼樣子 因為 因為 要求麻煩 還是那時候很煩惱 民視很壞 這個有篩選出來 但是基於個資 我們就沒有給他再 黃區長 你也是 當地的 也不最喜歡 和 每一個人都 要 我們 如果 我們 可以 知道 每一個人都 要 讓 一 主席10分鐘請 謝謝 我很懷疑陸美棋是兩位局長派來的 因為他足足跟我講了10分鐘 來 搶救科長 謝科長是不是 上上個會期我請教過你 因為台南市現在有太陽能光電 包括台南市政府的官色上面 全部現在都用太陽能光電版 那我也請教過你 太陽能光電萬一發生火災的時候 那現在的這個搶救方法跟以往不太一樣 那我不知道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你們到底有沒有演練 不好意思我們每年都會做演練 每年都會做演練 每年都會做演練為什麼工作報告裡面通通沒有寫 現在只要800坪以上的觀色 都必須要設置太陽能光電板 對不對包括我們台南市政府 那我請教你永華分隊永華中隊有沒有演練過 萬一台南市政府的太陽能光電板發生火災的時候 因為今年發生過一次台北市的自來水廠 它也是使用太陽能光電 那麼在搶救的過程裡面因為不得要領 所以整個小小小 那所有的太陽能光電板都都失去 那你們現在告訴我你的SOP是什麼 報告一座就是說針對我們現在 我們台南市一些公共場所包括學校區公所還有公家機關 我們有發一個計畫就是說在年底之前在年底之前 各個大隊分隊要針對這些場所做一個演練 我現在問你演練你SOP是什麼嘛 你是搶救科長啊 你要教他們演練你應該知道怎麼演練啊 SOP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這我之前問過啦 就是把變流器的電源斷掉 那你知道每一個公社的變源器都在哪裡嗎 你確定每一個中隊都知道嗎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透過分隊大隊去演練的時候 那你第二個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切掉電源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嘛 問你過一次上次是他嗎 不是他 換了一個座位就換了一個腦袋 之前的那個問他一問三不知 而且去受訓的不知道 現在你來坐了這個位置 我今天在問你同一個問題 你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災害搶救科是在幹什麼的 你要去教中隊教分隊 你至少搶救科的科長 你要知道SOP是什麼 今年我們台南市的太陽能光電光是觀色 包括區公所包括學校 包括台南市政府 包括八百坪以上的觀色 我們總太陽能發電的面積 已經超過去年的一倍 那麼你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很如數加征的告訴我 SOP是什麼 那我覺得我很擔心 尤其在沙倫 我們未來有一個綠能產業園區 對不對 全部都是再生能源的發電 跟一般火災是不一樣的 你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去研擬一個災害防治 或是災害搶救的一個方法 我替你們很擔心 科長你請坐 李局長 我們是不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你說年底 今年現在已經是11月1號了 那麼我們還沒有針對這個太陽能光電的搶救 沒有這個之前我已經跟你請教過了 那我覺得至少有一個SOP 那你必須有一個計畫 多久之前 尤其第一個一定要會的是永華中隊 你有看到台南市政府提電閃閃閃閃閃閃嗎 全部是太陽能光電板 萬一有一天發生火災的時候 我很擔心的是整個太陽能光電板 整個燒了之後 結果你們不得要領去打火 怎麼辦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信念是有信念過 但是SOP沒有做出來 那我要求在兩個禮拜之內 把SOP全部完成 好 謝謝 李局長謝謝 那個保安大隊大隊長 保安 你是保安大隊大隊長喔 你是副署長 你是副署長的人 那個保安大隊的功能是做什麼 你的工作是做什麼 工作是協助警察局做 包括警察局的勤務周邊維護 還有我們各分局的巡邏巡務 貼補他們的勤務控擋 你們不是在講廢話嗎 所以你是被胎都醉了喔 保安警察是應該要預防犯罪 機動應變攻堅圍捕反恐怖 這不是保安警察的功能嗎 是 結果你剛剛講的你全部都在搭旁 那邊上市都不用做工作 那我想請教你 保安大隊第二中隊在哪裡 安南辦公室在三分局 三分局附近的之前的舊的 那我再請教你 台南市警察局有一個警政APP 是不是你的業務 是不是 請問一下 台南市警察局有一個警政APP 是不是你的業務 這應該不是我的業務 不是你的業務 那我再請教你一次 保安大隊第二大隊在哪裡 沒有第二大隊 第二中隊在哪裡 在安南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請你翻開台南市政府警政APP 保安大隊第二中隊現在的住址還在台南市南門路37號 你除了可以踏旁 我拜託你也自己的業務 你連你第二大隊的主機在哪裡 你現在還在安南區 結果你的警政 你去台南市警察局的警政網站去看 好你請坐 警政網路APP是誰在負責 誰在負責 跟議員報告 他是因為我們資訊是在負責 我非常敬佩剛才議員你的資訊 局長 請你不要再social了 你每一個議員起來講話 你就說這個很有貢獻性 非常敬佩什麼 以後這種事少說 可以啊 我跟你說 不要來這裡做公關 我來這裡做公關 我本來這裡做公關 你來這裡做公關 就不用說這個話 來這裡本來就在弄這順 我請教你 台南市警察局保安大隊的所謂的警政APP 叫做府城警政小幫手APP 是誰在處理 一個資訊室 資訊室在處理 資訊室在哪裡 我剛才說的意思是說 我真的不注意到這頂 所以你問我我也打不出來 你說得到 那個三發分局的分局長 請你起來 任個位置讓他一下 資訊室在處理 你的警政小幫手APP 多少更新一次 我們報告一座 我們的資料是抓我們一些 跟我們網站有做結合 所以我們網站的結合 只要是後台部分有 各單位有去更新 我們都會即使去把它抓資料過來 你們只是負責去抓別人的資料 你這個APP裡面 有一個是未來市 我進到你的APP裡面去看 只有105年11月3號星期四 早上10點到下午2點 是本局全球資訊網停機維護 其他的通通沒有什麼東西 那我問你這個警政APP要幹什麼 你設立這個警政小幫手APP的目的是做什麼 是做什麼 我們那個部分 我們有提供一些服務 包括像給民眾做一些 像交通畫面的檢舉的話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平台做那個輸入 還有一些最新消息什麼之類的 你通通都沒有在更新 結果你的警政小幫手APP 是讓人家檢舉用的 還有一些服務包括一些 你警政APP小幫手應該告訴民眾 我今天如果從外地來到台南市旅遊 我在哪一個景點 我遇到什麼事情 我可能可以找誰 你除了打119報案之外 或者是我可以提供你什麼協助 結果你剛剛告訴我說 我警政府城小幫手的APP 是讓民眾有一些檢舉案可以用的 不是還包括一些像 那個服務的據點上面也有 上面有12項 有12部分 有12項哪12項 哪12項 像一些最新消息 還有跟警政署的一些 最新消息 你的最新消息裡面就是說 有一個民眾 他沒有他開車開到一半 沒有有了 警員協助他去加油 還有一個民眾 一個女性民眾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協助他去說什麼 你花多少錢 這個部分 這個APP 花多少錢 在10萬以下的 小個採購的 10萬以下 所以你覺得很少 誰在管理 資訊室的誰在管理 有沒有專人在管理 報告有的 有 報告有 現在 現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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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今年度有配置了2021台的密錄器 那因为我看它分配在各个局处 我先问一下 来 交通队 大队长 你们现在交通队全部总体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配置所有的人数是多少 交通队 现在是160人 局内吗 大队的部分 是160 如果连交通分队呢 交通分队是170人 所以全部总额是多少 330 来 人事数主任 你给我的资料是在骗吗 我问外勤人数 外勤人数就323 交通队的任勤人数 跟外勤人数加起来就没那么多人了 你是在给我争孝的 交通队给我的资料 他们内勤人数就有51个人 连交通分队全部的总人数才330人 你给我的资料是 我问说外勤人数有多少人 你交通队写323人 所以交通队全部在外面吗 都没有来勤的吗 只有6个来勤的吗 是这样吗 你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我当初给你要资料 是要说外勤的配置人员有多少个 你给我323个 我问交通队 交通队给我的刚才有讲 大队里面有160个 内勤人员有51个 剩下都是交通分队的 为什麽你给我来勤的 素量 因为我要问秘路器 结果你给我300几个人 不好意思做 那个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一就是 12月24号 我们有补一些人进来 所以可能人数之间会有一些变动 没有啦 我是问外勤人数啊 你跟补人没关系啊 你们有内外勤吧 对啊 外勤人数跟内勤人数 你把他插插插插插 我问外勤人数就是要问他的 秘路器的数量啊 你给我的人数323个 然后秘路器 他们编制到 有167支秘路器 你让我300几个 他后面还要補100几支秘路器 所有内勤的所有的兄弟 大家都要有需要吗 那有需要 在厚教堂是什么大家都没有 报告一座 那个323那个人数应该是 全部的包括大队里面跟各分队的人数 总数嘛 可是我要的资料是要外勤而已啊 因为我要去对照他们的秘路器的数量啊 那你是不是 与时不符啊 是那个内容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下调整 好你请坐 谢谢 为什么我要讲秘路器 这件事其实很多同事 是在从去年度就一直帮所有的基层远景做争取 我们现在都从来看到新闻啊 其实我们很多的基层远景 在职请的时候 包含消防队也一样啊 都会遇到很特殊的人员 让我们的这些 救灾啊 或是我们这些处理远景 在第一时间会受到伤害 所有秘路器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工具啊 所以为什么在议会里面很多同事 都为我们这些基层远景 在争取这些配备啊 可是啊 我看你们所有分配的这些 秘路器的数量 跟各个大队的资料 我看起来就很奇怪啊 昨天 那个警局给我的保安大队 保安大队 你们现在外勤人数有多少 保大 持续职群是90人 那我们的编制是177 对啊 那你们秘路器配到108支 剩下的是 鸡串是在做啥 也不是说 因为有的同仁 我们要留在自己 有的特别的勤务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 配备多数配备 假如说我们像 群众事件 或者是说我们去支援勤务 我们的主官 或者是我们的干部 有出勤的话 我们也是要配备 配戴秘路器过去 所以也是要有一个预控 而且这秘路器也有损坏 送修 我们要有做一个替补 好 您请坐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 您来外勤的 我相信来勤的 兄弟子比较不需要多 除非你是要 除非你是 工编制之外 其实很多警友会 大家都会协助帮忙 让我们这些基层远景 有这样的基本配备 所以我这准特别是说的 其实大家的 风景都有数 就是我们这些 建议会 这些好朋友 给我们讨论 所以让我们的基层远景 在第一线指寝的时候 可以保护他们的自身安全 所以我希望 既然有了这些东西 你们要好好的 充分的利用到 我们所有的基层远景身上 不然 都放在 收到的轨子里面 没在使用 大了要扣 不要给谁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另外 我也想为我们的 一交朋友请命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其实我们的一交朋友 也是说 第一线帮我们做 执警的任务 协助我们 警察单位 在外面做交警 做协警的任务 可是啊 他们也会有 自身的安全问题 第一个他们不是警察 他们没有公权力 可是啊 我们自己远景 有公权力的 都被民众 不理性的民众 会受到暴力 或是言语的 的对待了 更何况这些交警朋友 那我希望说 是不是 这些交警朋友 他们也有机会 可以用到 这些密入器 那不一定是要 发给他们 带回家 你像我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仁德交流到 那里车流量都不多 歸仁分局长 你是一个好的中官 这个问题 我把你研究过 你有真派人员去处理 我想 仁德交流到 那个交流到 跟永康其实非常大 可是 永康那边 易交好像还蛮少的 对不对 那仁德这个地方 真的是易交的人数很多 那是不是说 就像这样针对 分享你做 局长 是不是针对啦 像这样的重大路口 或是重大的 我们这些交通路口 有交警 在易交在处理的 这些路口 这些易交 我们可以 比如说 他们仁德 都在仁德派出所出路 是不是可以配置 我们这样的密入器 让他们在做路口 做 代替我们做交警的时间 领出去 带在身上 如果遇到有不理性的民众 也可以保护他们自己 到他们下了 下了他们的咨询班之后 再归回 看他们保管 他们去领处的单位在哪里 再回归原来的单位 这样也可以保护 我们这些交警朋友 就是易交朋友啦 他们是来协助我们警方 维护我们的交通 可是他们生命安全 并没有 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协助 让他们有这样的安全 所以我希望 局长是不是在这个部分 可以去协助 让我们这些 比较在中央路口的易交朋友们 有这样的设备 可以来使用 保护他们的安全 局长 你说一下 对啦 感谢 因为我们这些易交 这些易交500 500控制 这个易交 对警察 帮助很大 对我们市民的交通 每天的顺畅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进步 第二 这个密入市 真的不仅是保护警察 也保护老百姓的权益 所以我们这个是 我们会 会尽量去争取 而且也有一个观念 就是发到应该用的人 不应该用的人 不应该拿 这本来就应该这样 但是你不应该拿 这是应该 刚才他说 你发那个观念 我也拆一下 我疑高 他在执行的时候 我可以用派出所 以保障 保障 彼此两方的权利 这我们要研究一下 我感觉这个生活 我也想过 谢谢 对啊 这个希望可以保护我们这些易交朋友 因为他不用把密入市 拿回去 他就是 因为他要上班的时候 他也是要去簽桌 他要跟我们 一班的执行派也是要去 是不是 请他去派出所 我领一个密入市出来 然后下了哨之后再回去 再交回去 这样是保障他们的安全 好 谢谢 賴会员 这段时间十分清楚 是 谢谢主席 那个警察局长 消防局局长 那个局长 消防局局长 李局长 今天心情不错 一扫多年来的厌弃 每次都在做劳主 跟警察局跟消防局 每一次为什么都是在做劳主 这次 劳主帮人 对 好 看得出来 你脸上的表情 我想在这里 本席要跟两位局长 做一个讨论 就是说 其实在很多重大车祸 重大车祸的发生 尤其是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万一是有人死亡 有人死亡的这个车祸现场 第一时间是警察局 还是消防局先到 两方都大概都同样的接受 不然两边都赶着去 不会是谁 我们会互相通报 那到的速度 速度会有前后 是 所以有时候是警察先到 有时候是消防局的救护车先到 是 是 局长 两位局长 我跟你们做一个指证 这个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一个报纸 那他们对重大车祸 尤其是有人死亡的一个现场 他们做一个这样的人道的一个处理 他们是用帐篷式把它围起来 那反观 我们台湾 就是用一块白布把它遮起来 那我想 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 当然是 有帐篷的处理方式 是比较人道的 基本上 对于人民的一个心理上 行车上的一个安全 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我想 是不是要求两个局势 沿拟一下 因为前台湾好像只有新北市 新北市是有这样子 在第一时间 做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 所以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议题 我希望就是说 在总执行以前 11月21号以前 本席一个直接的报告 好不好 好 请坐 局长 警察局局长 你也没有坐下去 刚才我延续王家臣议员 的一个 对新型毒品的一个患难 到底我们警察局怎么办 局长 这个有没有毒 你知不知道 这个要相验 所以说你在目测上 你不知道 看不出来 所以王家臣议员 他一直告诉你说 好 这个从小时候QQ乱糖 甜蜜的滋味 我希望把它延续 其实 为什么我们都去注意到 这个议题 因为很多家长 尤其是国中的家长 来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 毒品 新型的毒品 已经进入到校园 尤其我们知道 前几天 指方车特别有 指方车是一个公益团体 他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 在我们的最新最新的一个 那个毒品的毒死的一个报告 已经年龄成降到12岁 12岁 所以就是说 他们呼吁大家要共同的 共同的来防御这个毒品 对我们青少年的一个侵害 那我刚听了你讲 你讲的非常好 你说从源头管理 从基层全力扫荡 可是我觉得远远不足 不是只有甜蜜的滋味 还有苦涩的滋味 咖啡也有 咖啡 咖啡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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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知道说 他把这一个迷幻药 是打到里面去呢 是打到里面去呢 所以我想 这么严肃的一个议题 绝对不是只有警察局的问题而已 这个应该是要诉求于教育的问题 应该是要有跨局势 跨局势的一个宣导 教育局要进来啊 小孩在最小时 教他一些议题 教他一些缓缓 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想社区的宣导 民众 家长 警察局 老师 一直到最下层的学生 他会是受益的 所以局长 应该要启动 应该是要启动 就是说整个校园的一个宣传 加强一个宣传 我知道你们持续都有在做 持续都有在做 好局长你请坐 那个交通大队长 大队长我想请教你 我们全大台南的监视器 有几座 你不知道 是 一千六 一万六啦 怎么会是一千六 一千六组 一万七千多个镜头 对 一万七千多个镜头 那我们每一年齁 每一年的议算有多少 其实我跟你讲 你乱给我回答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看这个数据 六千万 六千万 是 这个数据就是对了 够不够 包演 应该是不够 应该是不够 好 我举一个案例给你看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监视器是架设在 六甲 六甲的一个 我们要进六甲那个街区 街区的一个 棕设里的一个路口段 在这个 他的监视器是架设在这里 结果 反而是省到台一县 最重要的一个路标 就是要进六甲的那个区域 反而是没有监视器 那我 调了一个资料出来看的时候 有监视器的地方 其实它不是一个交通平缓的热点 反而是 在台一线上 这个没有监视器的地方 反而是一个交通的热点 大队长 是不是需要去检讨 有很多地方我们的监视器 矿制的位置是不恰当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各个案来检讨 你不用怕啦 你坐下来啦 你坐下 好 警察局局长 我要针对的 就是说 一些家暴案 跟你作为一个指证 这个是我们卫福部在105年第二季 台南家暴的案件有2255件 其中警政占了1029件 所谓警政的案件占了1029件 就是说 我今天 我有 我是家暴人 我被家暴了 我第一个时间我一定是找警察 我第一个时间我找警察 这个比例这么高 一季就有2000多件 是 是 那你的家暴官够不够 我目前的家暴官 我们的是 是 编制是26个 目前是 是竹尔的 是竹尔喔 对 为什么会是竹尔呢 因为我们每个 局长你知道吗 有的分局派一个 有的分局派两个 你知道在台东 他已经落实 一个派出所是有一个家暴官 你要回去换一下这个资料 况且我跟你说 你这个家暴皇治官的资料 是停留在98年 你的网页的一个建制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就是 严徐秋莉莉议员 刚才在问的这个APP 这个叫做僵尸APP 可是你的网站是不可以停留在98 万一你的警察局也被人家 跟你笑成说 你这个警察局的网站也是一个僵尸网站吗 是 对不对 所以 26个够不够 目前 目前我们受理的案件 案件数跟 处理的状况都是 目前是够的 目前是够的 目前是够的喔 是 好 局长讲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你的性侵案 竟然是被监察院这样纠局 当然你是新来的啦 这个是沿袭到之前的局长 因为之前的局长他有很多的案子 在101年到103年 我们的性侵案件未结案的明细表 竟然超过三年的喔 有四个分五个分局 永康分局 归人分局 家里分局 第三分局 没有结案的 超过两年的 第五分局 白河分局 永康分局 那你这资料给我们研究一下 这个我之前没看过 这个怎么去说明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局长 你的幕僚是不及格的 这个资料是从我们台南地方 政府总结算的一个 核审报告里头出来的 这个你要完全去看清楚 你所有的缺点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你不用再拿了啦 因为那个报告 我不会给你一路追杀 神经部那个报告 我每一个缺点我都认证看过 是 所以我想性侵害的那个案子有超过三年没有结案的 永康分局 龟仁分局 分局 分局长请站起来 还有家里分局 还有家里分局 第三分局 你们知不知道 请问四位分局长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有性侵案超过三年没有结案的 所以去换起来好不好 这个数据非常的清楚 因为超过三年是一个比较离谱的一个数据 为什么会超过三年 两年的其实也是不能忍耐 好 谢谢大家请坐 谢谢主席 谢谢 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Bles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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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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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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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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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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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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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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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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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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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鏡頭上看你 你非常的用功 也很用心 我看我每一個議員在自己問 他都在做功課 能力有限 所以比較認真 不是這樣講 但是我這樣讓我看出說 一個警察局好像只有我們局長整個人 在負責我們整個警政的工作 我們其他的當然我們都沒有在自己 我本來做不好就是我這個 這個好像跟我們以前的陳局長的方式 好像不太一樣 我現在三個月 當然體驗不一樣 我是覺得局長你真的太用功了 局長我想要延續我早上特別跟你提醒 本席有提醒到的那個 我們針對網路的犯案 主動移送的 我想要了解到底有多少個案件 還有你們是以哪一個方式 罪名去移送的 我希望你會後給我一個數據 我要了解一下 但是如果破案真的很多 值得跟我們的員警鼓勵 我們也需要給他們鼓勵 但是如果都沒有破案的衣服 需要檢討 我們也是需要檢討 是不是 還有尖對本席早上也在講到那個汽車違規的問題 我為什麼還要再就案重提 因為我看到好幾次我們嚴謹在處理上 真的沒有他的一致性的標準 而且有點重複欺品 我怎麼講重複欺品 好的車 他就都放過 如果說他就介紹比較低的車 他就極力的去執行去嚇阻 我覺得這個我們看在眼裡會看不下去 我希望要有一個標準 你現在要知道 網路的時代手機隨時都會去攝影到 這樣子對我們嚴謹整個形象也不好 覺得說我們環境都是好丫人的保護身 善用人是怎樣 他是罪孤嗎 我就這樣不可以 我已經看了好幾件了 所以我想今天剛好是警政的業務報告 我特別 其實來跟我們局長做一個提醒 我在這邊特別 我不希望再看到這樣子 因為有很多的民眾有這樣子來澄清我們 同在那一條路的衣服 結果他坐在車上 他開的腳踏車 結果我們警察來處理 結果他過了一條路的衣服 不然坐在車裡面 他快點讓他放在那裡放 人家看在心裡面會有什麼滋味 局長我覺得不要再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了 拜託人事實地護好 我絕對處理 好 好 我會有 我也會有 好 局長你請坐 那個消防局長 李局長 我想要做一個建議啦 這對未來我們台南市中華區的開發 我們消防山的設置地點 我私下了解 好像都是重劃公司去給我們申請的嘛 對不對 他的那個消防山的那個什麼 設置的地點 他跟自來水公司申請的 他跟自來水公司申請的嘛 所以地點 他也不知道嘛 所以就定義說中華公司 送怎麼來你們就怎麼給他做嘛 是不是 都沒有去考慮到說他的地點設置的是不是 合適都沒有嘛 我感覺這樣不對 這樣子可能會造成老民甚至造成民怨 前幾天我也曾經也有一件事情這樣子的請托 我們局長 但是啦 未來我們的中華公司 在開發的很多嘛 我們台南市現在也有很多的建案 甚至有很多的空地 現在都陸陸續續要做重劃嘛 我是覺得前面對這件的事情 我們消防局也要有所作為啦 我們也不希望說 你的設置地點不對 然後整個帳又算在民眾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不可取吧 好我們來找自來水公司協調 對你們要跟他協調 事先做一個會刊的動作 對對對不是啦 因為我那一天我個兒本席知道的是 自來水公司就是說 中華公司 他們就跟我們申請我都準了 要什麼地點放對的都他們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你這樣未來很多的民怨 我那一天那個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未來還會陸續發生 因為你現在還不會蓋的喔 哪蓋的我 你說只要被蓋住人家的門面 是不是要二次施工 請問這個經費誰要負擔 局長我請問你 未來這樣子的經費誰要負擔 你還要叫人 叫人祖宏買單嗎 他願意嗎 所以我們會來進 對所以我知道 所以在這邊給你做一個提醒 事前的前置作業 我覺得大家溝通好 是不是你們要蓋地線局也做一個聯繫 你這個地蓋地 你的界線局對檔 是不是就在界線的中間 你今天不會做生氣他會睡覺嗎 我們現在接送我們戰士農議員 這時的時間10分鐘請 感謝主秀 局長 警察局長 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做一個探討 我要請教我們局長就對了 我們台南市的經歷有夠不夠 全國建設本來缺八千人 缺八千人 我們全國啦 全國 我們台南市呢 我們台南市 我們上禮拜補99個給我們 還有缺嗎 後來 將會補我們一百個 好 那你講的我知道 我現在 我今天就對了 你這台這裡 倚重心長 你敢知道台南市這個拐條 競年就對了 有議員 在做客森 議員喔 這個議員是我們黨區的 競年你議事聽 那時候你還沒做局長 這和你無關 只要說一個說 需要生立一個中隊 在那裡拐條中 今天國民才才會生立 真好 黨祝效率很快 最重的強 你敢知道這個做什麼 拐條業者 你敢知道 他有間對七大重點在脫掉 完全沒有 那警察在那裡 就是在認定的 無尾行就掉 白山 紅山 搞到一順也掉 那個都可以不用掉 但是他呢 他無條 他要怎麼 轉錢那麼多 所以糊掉 爛掉 上一天 我黨區的議員 東人吊車場 一隻小孩 省手 就對了 你要去查 你要把整個的座都釣出來看 整個的座都釣出來看 錢沒有兩個貼不僅 我希望你再告安庭分局 告帕首去查 查這個東人吊車場 這個業者 他的惡劣的行為 我這家什麼程度 你只看人家 王家你怎麼知道 王家 人家讓你發錢 他丟掉 就對了我請教你 我們在座所有的這些官員 對一個人請 你在某個地帶 給他丟他 你的歡意 你才有可能 還會給他洗洗 感謝你 我來給你 勒錢勒 再給你洗洗 他們在台都就對了 到現在我只接受到 八聲給我丟掉 就對了 不計算 你一天這個高 這個池高 這個省手 車去就丟掉 六千六秒 要出來 大人要去丟去看 常常東人吊車場 會拖掉車要進去 那條路沒有多條條 在那火車 出來 那個孩子省手 有夠高 因為我肉依夠盡 不然在那裡 聽一句美人的衛生 做什麼 你能夠調去警察局 給我問 你看那個孩子所情 省手 叫做蘇燦環 和安靜的市長 鑑明 他第一時間在那裡就對了 糾錢 在那糾錢 就受到人 跟霸凌 有的無的理所不及 我卡電話 給我的助力 我的助力 第一時間接著電話 有卡電話 你去東人吊車場 找那個主任 跟說 你們跟人吊車 怎麼 人家在那裡 有時候覺得不滿 共兩句 我們就賺這種錢 你就趕快給他走就好了 他們的主任 跟我的助力說 他說他知道他知道 好 我會給他走 我會給他走 現在那些孩子 要出來 他還要給他 找 給丟車場 一個人要找 旁邊還有一個 黑馬桑聽到 黑馬桑聽到 我希望這個黑馬桑 你也要去找問 人找 這個孩子 那些人要去 他的理論 他們的人 要打 要你 有夠 壞 做成這個孩子 狂風 自己叫人 要去 和理論 都要大調出來看 這個調查 我這時候就問你們那些交通警察 作為正式親人以後 調查中央就對了 人要去和理論 在那裡都沒有理論 調查中的人就把罵出來跟他們說 我希望這個六星大禮要離親 把罵出來跟他們說 有這種調查中央嗎 他們如果 你能夠所有去用罵出來的人 你能夠做一個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局長 要去被拖掉這些人 我給他踢他腳踏七兩次 我們所有的經緣 所有的行事 大家都說說不看得到像調查中央這麼多的 那都你的保守給他講出來 說到台東就對了 比老闆更加老闆更多多 我現在要請教 那個 尾的那拖完結是第三拖 他們氣比較圓結 這我都一定要問到查得很清楚 你敢知道他什麼關係 關係好跟什麼程度 竟然去行事做叫記者 問記者問安的行事 說這條事情和斬順龍有關係 斬順龍是一個加做加淡當的人 斬順龍如果有做這個事情 天打雷屁不得好死 好絕俗 你看這樣 我這樣都不知道補充 像我作理家說 你如果趕緊那些人放吊車去 都會不開心 你就趕緊開開的 趕緊不要在那裡跟人這樣 這樣而已 竟然 後面退去問行事說 和我有關係嗎 你看這個脖子 等官邸 頭上人大桌 你敢知道我們這個拖調 在那裡 我跟你說 人的日久深情 他這是搶神次的脫調喔 現在要脫調 是你警察在認定的 鼻子 我一陣子在那裡吃麵 看人家鼻子拿起來 啪啪 只你站在那裡就不可以走 那都是葬園華 整個都假 我希望你做一個局長 我知道你一個很好的局長 我都跟你探討了 你要親身去了解這條事 把他拖出來看 第一拖去的理論 他們雅圖要出來 他們說這些東西都要理清 惡實到怎樣 因為他們 所有拖調的人 現在 在原路你蓋上去看 整個 全部的人說 不要看到這拖調就好 他們現在怎樣 就是覺得說 你去 如果有爭議 就能援以霸凌 不然就能恐嚇 說要跟人告 說他風來 說不有的 我好像鐵齊腳症 腦氣趴說我幾次 只要你電影韓國 鐵齊腳症 就看幾次 哪有 阿安又叫一班警察 在那裡收聽 你說這日後 不會有什麼 畢端男的事嗎 不會有什麼 畢端男的事嗎 我親身看到 我希望局長 你這個事情要 徹底查辦 我跟你說 錢沒有兩個 拖不僅 第一拖要去理論 之後 第二拖再去 要去理論 就用功了 下拖 到第二拖 到第三拖 我先來打你 我都要招去看 對我來說 不免怕 有什麼民進黨 在做科研 我們依法行政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因為這一定很嚴重 我們競連我們工部 問去縱容 一個脫掉業者 在求我們台南市的八成 求到這種 有什麼 我的阻力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是看電視 在那邊 專門人家 在那邊 我 我的阻力 假的回到那邊 報告 這樣說 有記者在問說 這人和我哪有關 這有好笑嗎 沒有好笑 我可以回答一下嗎 你回答 謝謝你 你的基督這件事 人和人 不管你什麼人 都不能每天 每天都三個 做違法亂紀 但我照你講 沒錯 所以我不管是 脫掉長 或是這些民眾 如果警察 執法不當 脫掉不當 大家可以監督 議員你可以來提 他聲張正義 我們現在從本來 四月開始 有這個脫掉制度 真的是紛爭很多 我們警察技巧是不夠 但是從六月開始成立專責隊 有一個好處 連來我們還有一些配套措施 我們有做示範觀摩 我有SOP 不然照SOP 我對我們人的動手 會很棒 我希望說這個脫掉 是促進這個 台南市的發電 它的高中順利 不是增加困擾 你說那些事項 我會好好調查清楚 好 教長你 我還給我幾分鐘 觀眾啊 主席 我要再說一下 我現在要跟教長報告 你不是要插家而已 這脫掉的人 你要再調去看 他們這脫掉的靈環 有健康嗎 我相信這些人 每天很多人有健康 這是第一點 因為他不是一個政黨 一間公司 他今天要來台南市 做這脫掉 這間公司 是要來成領域 比較成立這間公司的 這我給你報告 我相信這些脫掉 這些人不是過分連 脫掉的 我再來 這些事項 對啦 他要有脫掉的 家屬的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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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我感覺最大的黑手就是多少千鐵 這件 五檔我不要脫掉 你好像因為個案並牌停車發生車好而已 就直接脫掉 過去的市場為什麼不脫掉 因為脫掉一旦為外 並搶錢式的脫掉 你如果要叫重點脫掉 他根本就不用專家 我可以這樣跟你講 重點脫掉 所謂重點脫掉是什麼 紅線 轉腳 阿哥 一關並牌停車 殘障車隔 不可以停 公車出立不停車的所在 後車站不可以停 可包括 之前就不停停車 那不行 你不會停車 出立不停車 說什麼 你不停車 你不停車 靖替你馬身手 車子 不停車 你不停車 你不停車 請車 要停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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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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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環保局那個通知的程序是怎麼做 來 第一分局 三分局長 環保局通知以後就要去貼那個單子 如果十天公告他還是沒有來的話 應該就環保單位把他拖走 那你們貼單子需要通知環保局嗎 因為如果是廢棄的車輛 那就是他的職權 好 你先請坐 第四分局 秋分局長 剛剛一樣的問題 如果貼了他是廢棄車輛 你們貼了廢棄車輛的單子 你們需要通知環保局嗎 張貼這個部分是我們跟通知環保局之後 確認他是廢棄車輛以後 我們去張貼 張貼完了十天他沒有處理的話 我們就通知環保局把他拖走 環保局在處理 我們只是負責協助他 我知道你們貼完之後要告訴環保局說 有這部車子在這邊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要先跟環保局確認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這樣說 他如果有車牌的 我們從車牌可以查到車期嘛 可以證明這個車子是不是已經報廢了車輛 有的車子已經報廢了 但是他車牌是懸掛著啊 有的車牌已經沒有了 車牌沒有了也不見得是報廢車輛 所以我們能夠查證我們盡量去查證 那如果沒有辦法查證之後 然後跟環保局協調 確認這部車子是廢棄車輛 我們就張貼 張貼你沒有來沒有來脫掉 我們就請那個環保局脫走了 好 確實講 確實講你請坐 你知道為什麼要跟大家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遇到通知了一個月 那部車還不來脫走 然後結果我回去追查 是我們轄區派出所少做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才問你們說 你們的SOP的流程到底是什麼 如果是廢棄車輛你們要通知環保局 來做輕運的動作 如果是他有牌照 你們要通知當事人來領回 不領回的話 你們會把它放置到哪裡 來 隨便問一個 永康 理分局長 如果有車子有阻 有通知到人 他沒有來領回的話 你們會怎麼處理 那如果擋到那個交通 我們就先把它移植那個脫掉廠 好 移植脫掉廠 好 你請坐 第一分局的轄區裡面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有一輛A1的事故車 放在路邊 阻擋了別人的出路 將近一個月 可是人家每天去跟派出所講 去拜託他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處理掉 結果講了 人家去拜託了好幾次都沒給他處理 他來找我 然後我請他把它移植到別的地 先移植到不會阻礙他們的地方去 然後我再請派出所去處理 結果派出所有照程序走 他有去貼單 他有去問環保局 他知道那個 派出所知道那台是A1的車 他有通知家屬 可是家屬說因為已經是A1了 他們車子不要了 所以就丟在那邊 那當然你們要做廢棄物處理 你們要貼公告 結果貼完公告 一個禮拜之後 我經過那裡 那台車子還在 照理講 應該環保局要來載走了對不對 結果 我去問環保局 環保局被我罵了 他說 可是沒有通報啊 那我不曉得你們的是哪個環節出了錯 我不知道齁 這個其實也是讓所有的分局知道齁 如果你們的轄需範圍內 裡面有這樣的氣質車輛 你們環保局通知了 你們到底前置作業的程序 到底是怎麼回事 要弄清楚 不要把車子丟到那邊 我去罵環保局 環保局說 沒有啊 警察局沒有通知我們 所以我們不知道有廢棄車輛 所以還要再多放一個禮拜 還要再多放一個禮拜之後 他們才有權利再去把那台車子清運走 那你已經造成了人家當事人 你車子在那邊訂多多個 還在那裡回 還在那裡回 都在那裡等你們處理程序 所以啊 我要要求所有的分局長 你們回去要跟夏區的所長 跟他們講 如果在夏區裡面有這樣的 不管是 汽車或是摩托車 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第一時間的通報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如果是環保局的業務 給他們 可是你們要通知他們 不然他們怎麼知道 要來載那一部車咧 是不是又一直丟在那邊 那也是造成別人的困擾啊 局長 我非常感謝議員你的指導 因為提醒 事實上這是關心到人民的權益 跟大眾的觀感 跟大眾的權益 那這一點我們會交互下去 因為我們的事務太多 但是這種東西應該把它搞清楚 不要再浪費 需要很多的資源 謝謝議員的指導 謝謝 對啊 希望我們前線的這些 這些要把它弄清楚 你們的SOP把它做好 我想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會造成民怨啦 那真的是放到 人家出去沒辦法出去吧 很生氣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通報的機制而已 不需要拖那麼久啦 因為那個事故也在你們派出所裡面啦 你們這樣處理 你們把時間拖過 我們要改進 好 然後另外來 等一下再做 剛才我想我們的同仁都有 都有在針對 脫掉業者 還有我們在俠區裡面的這些 中隊的員警 有一些問題啦 那其實我也很贊成說 一定要查清楚這些 脫掉人員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 可以來做 脫掉的業務啊 可以開大車 然後我也想要問一下 那我們交通隊的這些同仁 大家都有一樣 有這樣的 就是在脫掉場 脫掉隊的同仁 也一樣有這樣的 大客車的車牌嗎 有需要的要有啊 有需要的才要有 有需要的才要有 要開那脫掉車要有 你也不用脫掉車的一般這樣 你們有編列預算 在做這樣的訓練嗎 來 全責單位 抱怨喔 我們是有編列這種預算 就是每年大概有八萬塊的訓練 局長一起做 每年大概每個人編的八萬塊 八萬塊的訓練前衛 每年每人 不是 每一年 每一年有八萬塊 有這樣的訓練機制 那你知道現在你的 你的隊裡面 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拍照嗎 目前在工廠的工 我現在問工廠的 工廠的 一堆全部都有 二十一堆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不過我去問出的 你們裡面不能二十一堆有 你們來去的對不對 我們不只二十一個人 但是我說這次來的 是派到工廠的 這次來的 全部都有 那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問嗎 我從跟早上一樣 早上我說密錄器 我希望是用在需要的地方 那我一想跟隊長講 不管你們交通隊重機的 那個署裡面給你們的全 的權限 原額 署裡面都有重機 還有安全駕訓的原額 一年都有幾個名額 都是在交通隊這邊 我需要這些名額 是用在需要人的身上 而不是主管把它拿走的 或是內勤單位 因為他們不需要 是要把這些需要的執照 是要給第一線的這些基層員請 去給他們使用 沒有喔 有那個 有名字來喔 上頭的 就大家先淹淹去啦 有這麼基層的 在外面執勤的 他沒有那個 沒有那樣的 職權可以去處理啊 你聽懂我意思嗎 是 我們會依照 最需要的基層員的為優先 因為我知道你們 裡面有人沒有啦 就是主管就先淹去了啦 這樣聽到嗎 我希望也有這種情形 不要再發生了 這些 這些原額是要讓基層的 原警在第一線執勤的時候 他們是合法的 而且執勤任務 他們是有這樣的證照的 才不會被人家質疑啊 所以希望以後 我們科室裡面 不要再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內勤的不要跟 這麼困難的外勤的貨 他沒有需要的 你在內勤的 做到你有需要 一個租火車的價格 還是一個動機的價格嗎 那當然 有些有專業的 有專案任務的 當然給他這個 這個缺額是沒問題啊 如果是沒有的話 我希望不要再站了 你請坐 局長你講 剛才聽議員這麼說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妥當 這些本來就應該給執勤外勤 以後如果幹部要 還是內勤的 要去考 利用這些經驗去考 我就幫他派外勤 就這麼簡單 好 局長 這句有勵的 以後我來找你幫我派外勤 好 謝謝 謝謝 蔡實惠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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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們請我們 展示農議員 請請請請請請請 感謝主席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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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說我和局長就對了 我們泛松親情來討論這個問題 你看他們警察有可能會去 七大重點裡面的那種被脫掉 這是不可能的 你看那剛才是模糊地帶就掉了 你看這不會有民怨要怎麼會有民怨 因為局長剛才他們抓手有多少人 你有看到嗎 有時候我也是要抓 但是我說脫掉是一台北市 我都說脫掉真的 在台南市我是怎麼不來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說 你看我們警察人員的一半 醫生說都不去就掉過了 啊你想你說八生 啊你們棄就對了 在台南市掉的你們感覺就對了 疑忠心腸我們良心 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你感覺他們就對了 對一個人請讓他拖掉你心情就好 不可能 敢說又幫你洗一洗 好 怎麼 他們的態度就對了 你感覺他們態度很好的鴨匆 態度很好的鴨匆 你看連一個鴨匆就沒有 連一個鴨匆就沒有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跟你說喔 你今天拖掉有鴨匆 你拖掉 是不是 人家的鴨匆 比較有可能給你好的面積看 就對了 這人之常情啦 比到你的車去弄掉你鴨匆 也不可能說太細細了 我也一樣 不可能太細細了 他們不是喔 我知道的 因為我有到這條事 因為我 我在這裡說 我希望說 因為我的鴨匆 有鴨匆 這我都不知道 這個事情發生 我看到電視 鴨匆 我的鴨匆 我知道 我的鴨匆 有鴨匆匆 我希望你如何去鴨匆的通年 看他鴨匆 其實跟他說什麼 他的鴨匆 也跟我的助理說 好好 我知道 這樣經燃 又發生事情 這樣這有鴨匆嗎 你看 你感覺這有鴨匆嗎 我是怎麼說 叫你去鴨匆匆 鴨匆匆匆匆 你看 我是去關梭 還是去說 人家的鴨匆匆 給你鴨匆 心情的 如果在那裡 沒有給你面積好 還是怎樣 快看我 快走走 不要在那裡 別人這樣 我只能收起一個 沒有什麼 你要去鴨匆匆 所以我 很納悶 就是說 這屬性是一個 我們台南市最大的交通 最大的政策 沒有交通 停車的規劃政策 都沒有 每行就對了 人家在說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其去 你東西全部沒做 得以實施脫掉 造成禄來這麼大的民意 你不知道這個禄 不是說脫掉錢的問題 整個你不知道 多可憐 像在做錯的整個八歲 人心緩緩的 聽你紅色白色 搞到一頓 吃一個東西 你看大家 外頭外面 看著一台 他們的八色 就趕快拔起來 我看有夠幾次了 那做性 就讓大家人心緩緩 那種恐懼感 現在台南市市 得了恐懼症候群 脫掉恐懼症候群 整個八歲 因為這 沒人會去 公益 議員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剛才他做拖條 後面都沒辦法 看著 看著 還有道上的背景 這樣 這樣 所以我 就是這樣說 這個市群 要怎麼真的 公正客觀去查辦 要經過那個錄影段 延續的 抽絲剝禁去判斷 這些八十 是怎麼一個調查中 裡面放那些八十 我們 那個 交通大隊 一個中隊在那 經連 他在媒體 還在那扭區 我們大隊的人 明明知道 這八十 他們押出來 脫掉長押出來 他們說 我們經完 才會不去阻止這個媒體 我們台灣 現在是看媒體在辦 這樣 我們台灣今天 這麼慘 就是媒體治國 才會這麼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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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你今天說 要跟他們報道 沒有你說 兩兵 你也要跟那個 蘇先生 問一下 要跟 脫掉長押一下 你剛才問一兵而已 就報一兵 都沒有跟這個 要和你理論 給你找的人 你都沒有跟人問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對嗎 這對嗎 警察局辦案 也不可以跟他聽一兵的 他做什麼彼錄 這兵做什麼彼錄 你告別 你就是 吊那麼大 你就是 告別上去那一年 給法官去裁判 我相信 法官 如果看到這個沒有人 還看到我今天 要釣他們 主要我相信 這個脫掉長 整個惡類的行政 我把它觀察到這裏 我相信 他們在那製拖條 包括他們的手機 沒有一個是真的 一個散類 我給你報情 絕對沒有一個散類 我只知道 去他們這個脫掉長 的手機 扯過的人 扯喔 不計其數 陪伏劫 在那裏 這第二分局 很多行事 就說 不要看到這 惡類的一個脫掉黨員 這是我 即使在這裡 把我們分局長 呈報一個屬性的事情 我不要跟你說 因為你是一個 我們警戒的大家長 那警察 怎麼我知道 只要我所知 只要第一分局 替他們 擦屁股 七個六條 像我本身的天心 七兩條 還沒抓就說 要跟他們抓 人家說 我車子的車子 你怎麼會抓 去講兩句話 那而已 好 他們的就是 灰色地帶 都用那個 閃聲斷人 現在來就說 要跟你提告 什麼 你那個 風海公布 有的嗎 八星 大家要害怕 是聽到 我們要教大家也會害怕 真的 所以他們這個惡類的行為 一定造成人心緩緩 整個台南市 就對了 尤其是我們黨區 跟中西區 面臨這個脫掉問題 就是黨區跟中西區 因為他的人口比較密集 他們比鄉家 要停路邊 有可能 你說吃一個東西 比較有可能 黃山白山 搞到一塊 你後來有事 啊 鼻子這樣 啪啪啪 他不聽到就沒有聽到 啊 他們是怎樣 快速 啪啪 你如果說 三分錢來 他真的要 十秒啦 就把你蓋上去 報道 沒關係 你知道嗎 這不是 你搶錢式的脫掉 這不是在炸壓百姓 啊不這 什麼叫炸壓百姓 市長 我覺得說 你要當中台南市的老百姓 比方我們交通大隊就對了 我們陳大隊長 大隊長 市長你請坐 我在感覺說 經過 我們要特別的耶穌 我們在支援他們的人 我是感覺 照共 應當 那個 賣在那 那個大隊 固定在那裡進住 那個固定在那裡進住 就對了 告白就對了 就去用手機 告白就我變社事優 我真的不會跟你騙 所以說我是一個建議 啊 你怎麼約束就沒效啦 連交通機長的親水 他跟我說的 交通機長啊 說 他們跟我說說不聽 說 那些警察像我都聽到這裡 那些交通機長 本人跟我說的 我也沒話說的 這是什麼世界啊 哪有這樣 哪有你們八成的 那些 薪水來交他到八成 啊 你如果說 聽一下說有正當性 他今天說 人家拖掉也穿著 那些祭福對不對 人家放電車 市集就想辦法 要提升他們的 他們的素質 才讓人敢來坐在這裡 這樣 我們拖掉業者 整個都請那些拿刀 賺錢 還不然本來館公到老闆 啊 這也通過 這樣警察 還有我們偉大的老政府 做一個國基 要派一個中隊進出 在那裡 啊 我要請教說 這不知道違法沒有啦 那 我要請教說 如果 如果 我們自己開錢 一邊拖掉車都出 我會叫他台車給他 這可以嗎 不好意思說 應該是沒有啦 這應該是屬於 有點 妨礙人民的自由 對啊 啊 我沒有跟他堆 啊 縱容他們真的 浮掉 爛掉 搶錢式的脫掉 啊所以你就要跟我說 我說這樣 妨礙自由啊 黑白人 灰色地帶 那生理人 你還沒兩支孫子 你把他開床也開千桌蛋而已 不是 都很快速就算你解決 都幾顆而已 欸 大隊長我 以上跟你講的 紀實跟你講的 都是實在的 啊我相信 大家就有血有淚啦 有血有淚啦 不要縱容一個 脫掉業 這種惡類的集團啊 我是覺得這個集團相當的惡類 他這個白是 為了要拿台南市的脫掉 他臨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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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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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